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盛世古董,乱世黄金,意思就是说在太平的日子,古董就一定会升值,值得收藏。乱世的时候就必须收藏黄金来安身立命,不过真正的大富豪却是反其道而行。 因为乱世的时候,古董大家都不要,价格肯定便宜,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大肆收购,到了盛世的时候就能大赚一笔,比如说中国女首富陈丽华就是靠这个发家的。陈丽华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人,金宝街、子坛博物馆、富华地产、长安俱乐部等产业,背后的老板都是陈丽华,这些财富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。 陈丽华当年都是靠在贫穷年代的时候收藏一些古董八家的,陈丽华出生于1941年,祖上是满清的郑皇席。可惜陈丽华不过是一个没落的皇族格格,他小时候虽然都是在皇城里面度过,但是到了陈丽华长大之后,家里已经跟日子过得已经紧巴巴了,陈丽华高中就因为贫穷而被迫辍学。 当时陈丽华只能靠一台缝纫机来违持生计,正是经历了这种大富大贵到一穷二百,才练就了陈丽华如今的从容跟淡定,陈丽华的祖上传下了不少老旧的家具。 当时陈丽华担心这些宝贝被破坏,陈丽华把这些家具挖了个坑藏了起来。 后来经济变好了,陈丽华把家具都挖出来,然后请了一些木匠,进行了修补,就开始做起了家具的生意。 后来他还了解到有一大批珍贵的子坛家具被遗弃了,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宝贝的价值,陈丽华却从小就跟这些东西打交道,他低价买入了这批家具,后来高价卖出赚到不少钱。 陈丽华在1982年离开北京,去香港打拼,陈丽华在香港运气不错,他买下了12栋别墅,后来高价卖出,陈丽华手里的钱又翻了几倍,他用这笔钱在香港成立了富华国际集团。 90年代初,大陆的经济快速发展,陈丽华决定回到北京发展,同时在澳大利亚、东南亚等地方也有陈丽华的投资。 陈丽华在北京起家,是从长安街一块黄金地皮开始的,当时陈丽华一眼就看中了这块比林天安门的地皮,于是他花大价钱买下来,又投资了8个亿建设了长安俱乐部。 长安俱乐部也成为了中国最顶级的私人会所,长安俱乐部也让陈丽华的人脉资源更加的广阔。 如今仅仅这块土地就价值连城,1998年,陈丽华再次出手,他拿下了金宝街改造工程,当时亚洲刚刚经历了金融风暴,许多银行跟开发商,都在这次风暴中死去。 陈丽华的富华国际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,但是在这个时候拿下一个这么大的工程,还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。 陈丽华还是把整条街拆了重建,在这里盖了商场、酒店、公寓等等。 这条金宝街,如今就是陈丽华一棵摇钱树,陈丽华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紫坛。 陈丽华在1999年在北京买下了一块地,开始兴建他的中国紫坛博物馆,如今这做法明星的建筑,规模非常宏大。 单单是建筑,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。 陈丽华多年来亲赴世界各地,收购当地的紫坛,有人说东南亚最好的紫坛都被陈丽华买走了。 有人说陈丽华收藏的紫坛价值超过了两亿美元,不过真实的价值无人知道。 曾经就有专家评价陈丽华的收藏是卧虎藏龙,陈丽华堪称是中国最大的隐形富豪,紫坛这个东西非常名贵,素有百年紫坛,寸坛寸金的说法。 陈丽华收藏紫坛纯粹是为了艺术,他的中国紫坛博物馆,至今没有出售过一件藏品,当然也从侧面看出陈丽华的财富之据。 陈丽华令人感兴趣的还有他的感情生活,陈丽华除了喜欢紫坛外,就是喜欢京剧。 陈丽华本来有一个丈夫,后来两个人离婚,后来有一次陈丽华去参加京剧活动,认识了著名的艺术家石仲瑞,两个人都是京剧的高手,很快就成为好朋友。 不过当时有朋友想给两个人牵线的时候,陈丽华却拒绝了。陈丽华认为自己别池仲瑞大了11岁,以后会被说闲话。 不过最后两个人还是走到了一起,虽然当时不被看好,但是他们至今已经在一起接近30年。 持仲瑞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,一心帮助陈丽华的事业。 持仲瑞也在西游记之后显有作品,不久之前的一次聚会上,王坚林见到了陈丽华,还得亲自给陈丽华敬酒。 这也看出了陈丽华的江湖地位。 王坚林可是三届中国首富,连马云他都不放在眼里的人。 陈丽华堪称是中国商界的传奇。